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经生理还有睡眠检查还有睡眠的分歧 在我们讲睡眠的生理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到底什么叫做睡眠 其实睡眠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我们是不会有任何的活动 这中间我们会失去一部分的意识 对于外界的刺激它的反应会减少很多 那我们要先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睡眠 那其实目前在对于这个睡眠的需求 它的这个理论是相当的多 像第一个它讲的是Inactivities Theory 是说我们物种在睡眠的当中 因为这个活动可以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减少一些可能发生意外 或发生这个受伤的机会 那对于这个物种可能会对于它的存活会有一些帮忙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在演化上面的一个需求 那第二种的说法是说 我们是借由这个睡眠的这个状态 因为它的这个代谢下降的关系 对于这个卡路里的需求会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对于这个能量的需求 所以在睡眠的时候 我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这个能量 将来在这个日间的时候 可能可以做狩猎 猎食 这样的一个行为 同样也是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的生存 那第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Restorative Theory 就是说我们白天的时候 可能因为追逐 狩猎 这个掠食 可能会受伤 那身体的组织会有损伤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时间让这个身体的机能可以回复 比如我们要增加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生存 和形成一些免疫系统的补强 或组织的这个修复等等 所以这是它第三个可能的一个假说 那最后一个假说呢 其实就跟记忆是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脑其实是有所谓的Plasticity 就是我们在白天可能有一些情绪 经历一些情绪或学习的一些东西 那有些东西是需要记到我们的比较长期的记忆里面 那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这个长期的记忆 就是透过这个睡眠的这个阶段 我们透过这个Brain的一个Plasticity 可以把这些事情记得更久一点 那其实目前有这么多的说法 其实也就是说 睡眠其实它的功能还不是那么的被人类所确定 但是有一个哈佛的教授啊 其实他就对于这个睡眠的功能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他认为说其实睡眠这件事情 目前比较能够确定的就是 它能治疗我们四岁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所以讲法是很简单也很有趣 但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以我们对睡眠这件事情的了解 就是其实就算是过去的这个医学家 像McNish 他其实曾经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 The Philosophy of Sleep里面去提到说 他认为说其实睡眠是介于清醒跟死亡当中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 其实是很接近死亡的一个状态 那死亡的状态当然是所有的功能全部都停止 那他认为说睡眠可能就是一部分的功能停止 那当然这是过去一个比较古老的观念 现在目前对于这样的观念 当然也是已经被我们所废弃了 所以其实过去的争论当然就是在说 睡眠到底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还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那像过去这个McNish 他所讲的这种就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他认为人因为身体劳累 或因为机能衰退 所以他就会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那只是为了要休息 要做身体的修复 但其实这样的观念已经改变 我们现在认为说其实睡眠 它是一个动态主动的一个过程 那会进展到这样的一个 对于睡眠的想法的改变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快速动员期被发现 像这个Eugène Asherinsky 其实他是这个Nothenia Keterman 他的一个得意的门生 那其实很有趣就是说 他跟着这个我们所谓的睡眠的祖师爷 Keterman去做研究的时候 他是他的一个研究生 那后来有一次他们在这个测试 新的这个睡眠记录的机器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就跟他的老师说 我们好像可以在这个 这个人类在睡眠的时候 记录到他会间断性的出现一些 眼睛快速转动的现象 那他的老师 Keterman一开始听到的时候 还不太相信 他说这一定是机器上面的设定 有什么错误啦 应该要再来调整 再来确定一下 所以他还甚至把他自己的女儿 我记得名字叫做S 他就把他这个女儿 叫来他的实验室说 那我们就来做我们女儿的试验 因为其实他观察他女儿的睡眠 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他也没有发现说 他的女儿有出现什么 眼睛快速转动的现象 那经过这个反复的确认之后 其实他们发现了 这个现象是一个真理 的确人类在睡眠的时候 他会间断式的出现 眼睛快速转动的现象 所以其实在1953年 他们就发表了这篇路文 那其实这个就是快速动眼期 第一次在这个 睡眠检查仪器上面被确认 那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睡眠的研究来讲 是相当的重要 其实往后的学者也认为说 这个快速动眼期的发现呢 其实是开启了睡眠 比较科学性研究的一个新页 那睡眠学界的另外一个巨拨 叫做这个Kleckman 他的学生是William Dimon 其实他跟这个Azerinsky 还有他的老师 一起发现了这个快速动眼期之外 他们还发现了这个快速动眼期 跟做梦之间的关系 那除了快速动眼期 跟做梦之间的关系之外 他们还发现了说 人类在睡眠的时候 会周期的出现一些脑波上面的变化 那他们把它定义成为一个Sleep Cycles 如果我们把这个Sleep Cycles 画成一个图来看 这个叫做一个Hypnogram 那其实他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图表的左侧来看 它是代表说 我们睡眠不同的分歧 包含清醒 包含快速动眼期 包含第一期 第二期 还有第三期 第四期的睡眠 那横轴呢 它是代表一个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我们人类要睡眠的时候 从醒觉一直到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的睡眠 然后进入一个快速动眼期 这样叫做一个Sleep Cycle 那我们整个晚上 如果是以八个小时的睡眠来讲 大概会出现五到六次的Sleep Cycle 那这个Sleep Cycle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我们在前半夜 它的升期睡眠 也就是说第三期 第四期 现在统称叫做慢波睡眠 其实它的这个比例会是比较高的 那在后半夜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黑色的横条 那个代表是一个快速动眼期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在后半夜我们快速动眼期 也就是做梦期 它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类 大概八小时睡眠会出现的睡眠周期 那到底为什么人会产生睡眠 过去的观念 大家认为说是因为脑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可能大脑已经累了 我们身体的机能也已经累了 所以其实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动的理论 但以现在这个主动的理论来看 其实我们这个人的醒觉 睡眠其实都是由中枢声音系统 也就是我们的大脑来做控制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我们的脑干 有相当多的这些神经核 包含VLPO TMN Raphae Nucleus 还有这个蓝斑 还有LDT PPT这些Nucleus 那这些Nucleus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这个projection fibers 会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皮质去 那这些大脑皮质 接受这些神经传统物质的刺激之后呢 它的活性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人就会处于一个 比较醒觉的一个状态 但是VLPO这个东西 它比较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睡眠的 要发展的时候 VLPO它的这个activity是会上升 然后它会去抑制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脑干的 这些神经核 它把这些神经核的功能给关掉 那关掉以后 这些神经核对于大脑皮质的刺激 自然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人类就可以进入一个 睡眠的状态 脑波就会慢慢的慢下来 那另外同时有一套系统 叫做orexin orexin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hypocratin 因为当初这个物质的发现 这个神经传统物质的发现 是由两个不同的研究的团队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所发表 所以其实它有两个一样的名称 那这个神经传统物质 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会去调控这两套系统 就是醒觉的系统 跟这个睡眠的系统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系统存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我们在人要醒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脑干的神经核 它必须要有这个足够活性 去刺激我们的大脑皮质 让大脑皮质的活性能够增加 但是VLPO这个睡眠的中枢呢 它在睡眠发展的时候 要把它关掉 但是它这个关跟开之间 其实它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模式来进行 有点像我们在墙壁上面的电源开关一样 如果我们人类或者说任何一个物种 它在睡跟醒之间的开关 不是那么的有效率 不是那么顺畅的被执行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一个 介于半梦半醒的一个中间的状态 那这种中间的状态其实对于物种的生存是相当的危险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旷野 这个物种因为这个睡眠之间的调控 出现了一个中间状态 让它不是那么醒又不是那么睡 那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它很容易被它的这个掠夺者给掠夺 那同样人类也是一样 它在睡眠之间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开关的动作 那Oresin就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它可以让这个开跟关之间 可以非常有效率的执行 所以我们人在清醒到睡眠这个时间 不会拖得太长 不管是从醒到睡 还是从睡到醒 都是一样的道理